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回到省姑娘湘星期五第二的时段 亦都是今天的主题所在 就是说究竟美国和中国用大豆和人民币来做盘算 即所谓国为鬼胎之下的武器 甚至乎是筹码 如何去发为 刚才说过大豆 有些说法就是认为 美国都一早部署了 是将大豆分散给其他国家买回去 取代了中国的所谓 一向来说买了六成美国的出口 六成至八成 但其实看回农业方面 美国的农务方面出口的数字 其实五年前是说一千二百亿 但现在是六百亿,跌了一半 现在加上大豆 今天玉米方面都会受影响的时候 整体都要靠很多其他地方 买它的大豆和玉米 但是如果真的过境 正如有些评论说 其实已经部署给完之后 其他国家买是取代了中国 即是无后顾之忧 那又何必需要动气呢? 就是说要给一百二十亿补贴 这个基本上搞定了 农民基本上没有损失 何必要补贴呢? 这是此其一 第二,如果它是要补贴之后 还要向荣克妥协 即是暂时保持住 起码不抽汽车税 继续跟它谈 买大豆和液体天然气 大家知道其实 叶岩气或者液体天然气 这些美国是一种 想着部署成为出口大国 已经成为它一个国策 其实中国现在还击的 除了这个大豆 他就被特朗普已经说了 很卑污 就是针对他的大豆 知道他的仓库是 所谓的选票仓库 就是针对 但其实如果是交战 两国交战 哪有得为仁慈可行 可言 基本上就是说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所以其实说也是多余 但是中国方面也没有说 好像荣克那样肯去那边 就是带着地习惯一副 去拿回一些应有的东西 但是不排除 就是稍后的时候也会 可能我也猜他 会出善意 甚至乎 就是早前批判这个 习大大的 都可能是汽车补税的 那些商务部长来满足 但是现在在这一刻 看不到有这样的转机的时候 其实人民币就是中国最大的武器 一个很简单的数学 譬如特朗普真的抽25% 5500亿的关税 那中国有什么办法可以独善其身 其实是难的 因为中国自己也说 就是两败俱伤 但是就不会招住手给你打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即是怎样呢 一个是匪夷所思的假设 就是说 中国贬值人民币25% 你打个关税25% 我贬值人民币25% 即是等于我的货品没有贵 那么 美国那些人会继续去买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这一个是很恐怖的事 为什么呢 如果真是人民币跌25% 那大家见过了 人民币走资那些所谓 这个所谓外汇储备的流失 但是现在这次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呢 这次人民币的贬值 虽然贬值了不少 但是就没有2015和2016那么恐慌 那一来当时就完全没有堵塞流动 譬如是银链 就是银链 或者是在赌场去按机拿钱 或者是来香港买保险 甚至乎是在中国方面的自由行 来香港都是换了美金 换了美金等在枕头底 这些情况就令到所谓外汇储备流失了 但是其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和那时最大分别 就是当时譬如有海航 甚至乎是很多企业走出去的借口 就在外面不断买美元资产的东西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令到外汇储备如何堵塞都堵塞不了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 走出去的机会是很小的了 根本就不可以走出去买东西 但是尤其是对美国方面 就算是本身出了去的比较数字上 都看到其实去欧洲方面 是十倍于去美国方面的企业拼购 这方面就很清楚了 即是说这方面减低了 中国就不用太担心那些所谓外汇储备流失 人民币贬值 但是一件事就很肯定 人民币贬值就会继续导致很多钱来香港买货 亦都是我基本上 和大部分那些看淡的人 最大的分歧在这里 就是他们认为没有调限 香港压机 但是亦都是真的跌了下来 但是问题来到27,000多这些位置 就是我自己来说 就开始已经是看好 最主要的理由来说 其实33,484这些位置跌下来 其实跌到5,000多点 究竟有没有充分反映了这些所谓贸易战 其实是一定程度反映 但是没有人知道是否充分反映 所以来到这些就开始有增持了 增持的理由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抽了上去可以再沽下来 但是不抽就没得沽 这是大户的部署 所以我在这些情况之下 就是作为一个老兵 就会计较这件事 就是盘算了这个 就不是一窩蜂地跌下去 因为大户永远都不可以 一下子插到尾 一下子插到尾 就变成他自己走不得自己坐艇 但是如果他用ABC浪 或者是抽上抽落 或者是打横一轮 再抽上又抽落又再抽上 诸如此类的 就是左手交右手套 什么都好 都是部署可以派发 但是就不会一窩蜂地插下去 所以才会认为 趁这个结算的时候 便会了解他的部署 所以我也认为 可能结算之后 头一个星期 是反复劫上多 是反复劫落 杀落 这方面就是我的解读 是否都不知道 但是再讲回人民币 其实我也同意了一种说法 就是说 其实现在所谓的货币 即不是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其实现在已经演变成为 这个世界的货币战 其实是货币战争 大家已经见过 听过货币战争这个 term 其实都已经去了很久 各国大家博弈 基于一个假设的就是一个自由贸易 所以如果自由贸易的时候 是伴随所谓的货币战争 就可以保障自己国家的利益 但是现在来说 特朗普喜欢的就是跟某些地方 例如欧盟 就是做这个自贸区 喜欢的就是跟墨西哥做一些谈判 墨西哥都很快谈谈 跟美国 接着就是加拿大可以跟美国 即是比起国自行 做了很多不同的自贸区 南大也不要忘记这个东西 是明显违反了WTO的原则 因为是自由贸易 如果违反了WTO这件事的时候 就会导致一些货币战 是变本加厉的 即跟以前是不同的 有些克制 如果货战是去到这么极端的时候 当然可能最后要打仗才能解决 因为分歧太大 但未去到打仗之前 大家都无所不用其极 亦都是要用货币拿到好处的时候 中国其实是有傻的 因为当然贬任25% 可能是匪夷所思 但不断向下沉底 例如今日来说 大家知道开市后 人民币就反弹了 由跌700几点反弹到升到100几点 它用这些反复下跌再上升的手段 令到你们无法一面倒看淡人民币 即是用陈台吉陈台干的道处 去面对所谓关税的威胁 其实是可行的 因为其实它变相 就是会将这个所谓通缩 是输出给美国的 如果是这样做 输出给美国 美国所谓通胀 即本身大家知道它要刺激 有少少通胀 才可以维持到 现在的所谓经济运行速度 甚至乎是用财车减税去刺激经济 因为大家看到它两年和十年的息差 已经去到很平坦和分钟倒挂 会造成一些衰退 以前都告诉大家 六次里面出现inverted yield curve 都有五次衰退 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中国是用这些输出通缩给它 用人民币贬值 美国其实都很大头尺 所以在这方面 它亦都很生气 所以你以前来说 正常情况就是 美国就因为可以指责中国 操控人民币 就会做很大的罚它关税 或者罚它补贴的钱 但是现在其实你罚不罚都没关系 因为你已经打了我这么多税 如果你又破坏这个WTO 你用什么身份去罚人 这个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这样的 但是其实是不是等于中国 一定是做到这件事 就自己独善其身 又不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不要忘记 中国现在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去杠杆 表面就冠冕堂皇 用一些借口就是说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接着就偏宽松 就没有肯定 没有放弃这些所谓的去杠杆 但是大家知道 其实它现在做了这件事 其实就是宽松货币 你说不多都没用了 宽松货币去造成什么效果呢 其实本身如果 譬如说很多违约的事件 加上中国现在只有6.6% GDP的增长 加上坏账很多的时候 其实做这些所谓宽松货币 就是帮助一些小型企业 即未成功不是一个好事来 理论上就是这样 但是当你看到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其实泡沫一点都不输涉香港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都记得 如果记不到就是1985年那时候 日本的房地产就不断抽升 就上到89年去到高峰 那时候一个准则就是说 东京的所谓土地 如果是变卖了当时的价值 就是买起了整个美国的土地 本来好像很夸张 但是当时的所谓居民收入的每年收入 是用20年的收入才买得起房地产的 这种就是这么贵了 现在中国又如何呢 中国在一些小的城市都要10倍 10倍的居民收入 每年的收入才买得起 现在那些一线城市是说40倍的 就是说泡沫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对 和东京 但是不要忘记 东京当时的地产 这样升法 就造成什么后果呢 就造成一个廣场协议 因为美国逼日元升值 然后就是令到日本要加息 然后房地产倒下来 股票倒下来 泡沫就爆了 爆了之后 日本大家都知道了 迷失20年 通缩现在都未解决到 所以中国就是怕有这样的情况 虽然打死都不肯将人民币升值 就是千方百计避开它 就说我不用不同美元计 都是用一蓝指去计 但是搞到现在就明证言讯 摆到明就用人民币可以贬值来去对抗 但是也都出了一个后遗症 就是航地产泡沫只会变本加厉 因为你是宽松货币 所以前驱夫后驱郎 是不是可以做到呢 那变成能顶得住 关税少少的谈判也好 帮助筹码 但是后面就可能失火了 就是房地产 说到这里 我们休息半分钟 回来就跟大家互动 大家记得问问题了